除了迪士尼即将上映的真人电影版胡桃钱 清华大学艺术中心也将芭蕾舞剧版的胡桃钱搬进清华园 作为艺术中心30周年的压轴活动 缪思的奇想 清华大学邀请到台北首都芭蕾舞团演出古典芭蕾 及现代芭蕾多出武马 并且由清华校内多组古典乐团担任伴奏 那我们反而比较担心自己的同学跟他们的配合的部分 那刚刚各位记者也看到我们是第一次彩排 那原来艺术是相通的 虽然身隔两地 那没想到今天的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 清大艺术中心特别想展现 艺术人才的一个支持跟培育的一个面向 清华大学主秘李平江表示 12月15号不仅是我们艺中30周年的高潮 从刚刚的一些一点点flavor 我们可以感受到12月15号大的一个盛会 这次表演有个兼有拉丁风及现代感的舞马相遇 并由中文系大二生刘彦军担任打击乐伴奏 非常荣幸可以跟这样子专业的舞团来进行合作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 校内师生及社区民众从12月3日起 可至清华大学艺术中心办公室免费锁票 12月15日到清华欣赏高品质的芭蕾舞剧 秘书处采访报道 卖遇影 148月的镇厅 产品 final vln 我们下期到辞结束 并且是属于 希望еров呢 无望